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这个讲汽车保养成本还有费用的时候 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 Maintenance Cost 的主角呢 是不少人都蛮期待也不少人很好奇的车款 它就是 最新的 Nissan Almera Turbo 那我们就先来讲一讲这个 Normal Service 的部分 根据我们所拿到的资料 Nissar Malaysia 给这个 Almera Turbo 的黑油 是 0w 20 的全合成机油 而这一支方面呢 原厂是介意这个 Almera Turbo 是每 7000 公里 Service 一次 或者是 6 个月 适合者为先 嗯 7000 公里 这个东西是蛮特别一下的 不过其实和我本身 Service 我自己的那台 Jetta 的习惯是一样的 这方面我觉得是相当的不错啦 因为毕竟这是一台 Turbo 车 而且它给的这个黑油是 0w 20 是蛮薄一下的 讲到这个黑油啦 这个 Almera Turbo 它一次需要用到的黑油是 3.6L 在价格方面呢 这个原厂给的价格是 164 令吉 并不会算太过贵 在这边我就列出这个 Almera Turbo 一次 Normal Service 所需要的这个零件 以及费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从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啦 在这个人工方面呢 Nissan Malaysia 是收一个 49 块的 那一台车其实它是有 5 次 Free Service 的 分别是在 7000 公里 21000 公里 35000 公里 49000 公里 和 63000 公里 简单来讲就是第一次 第三次 第五次 第七次 和第九次 完全是 F4C 你连人工都不用给 这方面其实是省下不少的 那除了这个 Free Service 以外啦 从这个列表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一台车平均每次的保养 都是大概在 200 多到 400 多令吉 之前 那除了这个普通 Service 200 多块 以外啦 会有这个 400 多块的原因 是因为原厂为这个 Almera Turbo 加换这个 Brake 油 以及 Air Filter 加上在人工方面 变成 133 块令吉 那大家从旁边这个列表 就可以看到这个详情啦 同时呢 还有一次 Service 是这个 355 块 6毛8 那这个是在 36000 公里的 Service 原因是因为多了一个 Air Filter 而且在人工方面 也是从原本的 40 多块 变成了 63 令吉 不过根据我们从拿到的资料啦 这个 Almera Turbo Service 最贵的一次呢 是在它第 12 次的时候 也就是 84000 公里的时候 因为要换这个 CVT 的 牙油 这个牙油弄到来 总数是 413 块 7 毛半 加上刚好也要换这个 Air Filter 的关系呢 所以人工方面 就已经是提升到一个 189 令吉的费用 加加慢慢来 总数是 1000 多块令吉的 大家从旁边这个列表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详情 那讲完了这个 CVT 牙油 接下来就讲一讲它的火星塞部分 根据原厂的建议呢 这个 Almera Turbo 是在 98000 公里的时候 换这个火星塞的 那原厂给的呢 其实是 Patinum 也就是白金的火星塞 从旁边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 单颗的价钱是 40 块 而 Almera Turbo 应该是 3 缸引擎的关系 所以只需要 3 颗 总数是 120 块 但是呢 因为这个第 14 次 Service 的时候 你刚好也需要换买这个 Engine Coolant 所以加到来呢 这一次的 Service 总数是 603 块 6 毛 2 OK 讲完这个 Service 部分 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消耗品的时候了 不过呢 因为这台车是一款全新的车款 所以在这个消耗品部分呢 我们暂时也还没有拿到外面的价钱 但是呢 Nissan Malaysia 它其实是有提供 这个原装刹车片的价格的 所以我就先讲一讲 这台车的这个 Brake Plate 要多少钱 根据我们所拿到的资料啦 Nissan Malaysia 给的这个前面的刹车片 一对的价格呢 是 345 块令吉 那比较有趣的是 除了这个前面的这一对刹车片以外啦 Nissan Malaysia 它同时也提供了 后面这个古刹的这个 Brake Shoes 的价钱 一对的价格是 349 块令吉 当然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原厂价格啦 也是大价啦 而且还另外会收这个人工钱 所以这方面相比起外面价格呢 是会比较高的 我们相信在外面换的话呢 这个价格方面是会比较亲民一点的 那在这里我也就拿这个上一代的 Almera 的刹车片来做例子好了 根据我们所找到的这个资料 外面的这个价格啦 原装 Nissan 的前刹车片的价格 大概是 200 块一对包装 至于这个 OEM 也就是 至于方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那除了 Brake Play 以外啦 其实这个 Nissan Malaysia 它也是有提供 Drive Belt 的价钱 注意啊 是 Drive Belt 不是 Timing Belt 因为 Almera Turbo 的引擎是使用 Timing Chain 的 这个 Drive Belt 也是一些人所说的 这个 Fan Belt 啦 通常是拿来 转动这个 Power Steering Bomb 啊 Aircon Compressor 啊 还是 Water Bomb 啊 等等之类的 那这个皮带呢 Nissan Malaysia 建议每 28000 公里 检查一次 检查啊 不是换啊 有必要的时候才需要更换 费用方面大家可以参考 旁边这个列表 大概是 137 块令吉这样 嗯 讲过刹车片还有皮带 接下来就讲一讲轮胎 那这个轮胎当然不是原厂价格啦 是我在外面所拿到的资料 这个 Almera Turbo 呢 它其实是有两种轮胎尺寸的 分别是入门的 VL 车型 所使用的 195 65 R15 以及 VLP 和 VLT 所使用的 205 55 R16 价格方面呢 大家从旁边这个列表可以看到啦 基本上一条的价格呢 都是 200 多至 300 多令吉左右 而在电池的部分呢 这个 Almera Turbo 所使用的续电池 是 Q85 的这个型号啦 这个规格其实是一种 EFB 电池 那 EFB 电池其实是给这个 带有 Start Stop 带速吸火功能的车子 所使用的这个电池 在充电还有性能还有质量方面呢 其实是比普通电池还要高的 也因此在价格方面呢 它也会比普通电池还要稍高 在这边我就做出这个列表 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 Almera Turbo 能够使用的 Q85 的电池 的型号是蛮多种一下的啦 然后价格方面是大概 在 300 多到 500 多令吉时间 嗯 OK 讲完这个 Brake 皮 还有轮台这些普通的消耗频啦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一些 随着这个车铃增长 你可能需要更换的一些消耗频 首先第一个自然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Engine Nodding 了 但是呢因为这个 Almera Turbo 它是一款全新的车换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外面也是暂时还问不到价钱 那在这里要感谢 Nissan Almera Turbo Club Malaysia ATCM 这个车友群所给的资料 而他们所给的这个 Engine Mounting 的价钱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这个列表 你们觉得这个价钱如何呢? 不过相比起价钱啊 我反而觉得这台车它的 Engine Mounting 的重点其实是在 因为这台车它所使用的是一具三缸的涡轮载引擎 在寿命方面呢 究竟会不会比其他的四缸引擎还要短 这个呢就有待时间来证明一切了 除了 Engine Mounting 以外呢 在这边我也顺便列出一些 就是车零高了过后可能会需要更换的一些部件 像是这个车脚零件等等的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这个列表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上一回这个 Vios 的保养成本影片中啊 就有个观众提问到 它的这个头灯组会是多少钱 所以在这一次这个 Almera 的影片呢 我们也顺便为大家列出 这个 Almera Turbo 的头灯组的价格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因为这个 Almera Turbo 它是有两种头灯的 分别是鲁树大灯以及 LED 头灯 价格方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差别 讲完 Service 的 Detail 还有这个消耗品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也依照惯例 为大家算一算 你买这个 Almera Turbo 5 年下来的一个基本保养的成本 那我们同样的 也是假设你一年开个 2 万公里的话呢 那基本上你平均一年是要 Service 三次的 因为你不要忘记 这台车是 7000 公里 Service 一次 所以开到 2 万 1000 公里这样子的时候 你其实已经 Service 三次了 所以从旁边这个列表 你就可以看到了 其实 5 年下来呢 你的 Service 的 Total 总数 是一个 3823.61 公里 那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这台车它是有 Free Service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就第一年到第五年 每一年之间 它的这个总数的 Range 其实相差是蛮大的 但是加到来呢 这个总数 其实和我之前算的这个 Vios 还有 City 方面呢 它在基本保养成本方面 其实和这两个对手 其实是相差不远的 那接下来就是 你一年一度 必须上缴的 也就是入税 以及汽车保险了 在入税方面呢 因为这个 Almeaga Turbo 它是 1.0L 的3缸温轮站引擎 所以 1.0L 它就占有优势了 它的这个路税 只需要 20 块而已 而在汽车保险的部分呢 我们假设 你的 Ncd 是 0 巴仙的话呢 那这个 Almeaga Turbo 的 3 大车型 分别是 VR、VLP 以及 VLT 它的这个保险方面呢 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价钱 基本上也是一个 2000多令吉左右 走路别看路 幸好我使用 Bandix Metal King Titanium 它具备了抗热的衰退 更长的寿命 适合激烈的驾驶和高载重的驾驶 绝对是你爱车的必备良扮 好啦 那以上就是这个 你入手Almera Turbo的话 你所需要注意的保养方面的 详情 成本 还有费用等等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台 涡轮增压的V-Segment日系轿车 在保养方面它的费用是如何呢 你觉得高还是低 欢迎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 那想要知道另外两款V-Segment日系轿车的 保养成本方面的费用呢 大家也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小白点 我也会在下方的视频那边 放出这个Vios和City的链接 大家可以去观看我们的影片做一个比较 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这样子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分享 或者是留言给我们知道 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了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